Hello 大家好 又來到我NATCHANTAM賽馬的時間 上一段影片已經回顧了上次賽馬日提供的心水 大家可以回顧之前的影片 今次星期日的賽事有六隻高出載獄馬 如果大家在螢幕看不清楚可以回到上一段影片 你可以看到今次的六隻高出載獄馬 大家都知道我NATCHANTAM賽馬是一個免費的賽馬頻道 每次賽事都會介紹高出載獄馬和兩隻NATCHANTAM賽馬 給大家參考一下 如果大家想繼續支持我NATCHANTAM賽馬的免費頻道 繼續營運可以經過Facebook Post 來到我這個Blogspot Blogspot周圍都有頁面廣告 如果覺得廣告有興趣按一下 之前我都覺得廣告客戶 同樣Youtube Video 之前有時也有些Video Ad 不用一定按Skip Ad或者略過廣告 如果可以看久一點 看看有沒有興趣 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按一按早下的連結 從上面有些連結 去看多些資料 支持我的廣告客戶 支持我的廣告客戶 就等於支持我NATCHANTAM賽馬 在免費頻道 繼續營運 明天第一個場次 將會介紹第五場 第五場 毒贏及位置投注對象 連贏及位置膽 將會拿一套的超能力 超能力上次 跑來都是 叫做 有些都是輕描淡舍的 都是有些 彈兆用兵 可以這樣說 因為其實 他賺了一些快步速 但是他是 筋勵 不急 他到直路都是 耗整以下才衝 其實沒有什麼跑法的 田太安依的馬 你不用想他放進去裡面 放個好位置 入到直路才抽出去 他這場全程三碟地走 但是幸好是有遮擋 但是全程三碟地走 就傾苗淡舍地贏 彈兆用兵 那麼 蔡右加有8分 那麼 這隻馬比較大隻 1180大約1170 七幾至八幾磅 揹到重磅 傳統智慧差一點就在於 他可能揹死磅比較多 田太安輕磅劇士 他揹死磅比較多 因為他這場要揹133磅 可能是有20磅 20磅死亡在那裏 可能這裏是差一點 但是信這隻馬的進度 信這隻馬的能力是高於這班 還有這場馬 都可能有少少步促 曾勇士可能會搶前少少 理想回報可能是跟前 勁跑王會跟前 有少少步促 可能他有遮擋 都是不寄望 拳太安攝進去 走二疊 就更理想二疊 有遮擋就更理想 直路一衝希望可以 至少慘密一直 就算重磅是 因為那個死亡比較多 相信他 田太安都推載 勁跑王 其實這隻超能力 相信他 相信他肯推載高當力 這場 這場是有很多 選擇了選擇 選擇了選擇 不如說我不選哪兩隻 先 福企多多我不選擇 當然有能力 減了10磅是好 對這隻馬 上次他是賺了少少金錢 贏超然 但是 這次他正正在減10磅 你說陳家熙 信心我回來了 贏了路路通 陳家熙也有夠膽在裏面搏 如果大家記得他其實是聰明 都會在裏面攝上來贏 在泥底 但是這隻不是聰明 這隻沒有聰明 那麼靈活的 福企多多不知道他操不操控到 所以因為這一點 那就是 割愛 這隻 唯有這麼說 因為其實有很多馬 勁跑王也是 莫萊拉 十一檔 好牌 是要中外打 順著走的 莫萊拉可能跑高一個層次 因為太多馬選 都是選擇不下 福企多多勁跑王是射程範圍 但我不選擇了 因為我選了一隻南門 說回兩隻正常 正常要選擇 理想回報都是高出作用 還有打了王牌 這場很多隻馬 打了王牌 但是審習勝這場是想出的 理想回報 上次跟得比較急 都反而捱到第二 跟著精算线擊 跟得比較急 捱到第二 這次可能會留一點 有遮擋跑可能會好一點 那一定要選擇 理想回報 另一隻超然 今季外區 今季很穩定 上次雖然是賺了快步速 但是後上撲 是不利後上的 因為那天 對著福企多多上部先鋒那場 不利後上 但亦是撲得很勁 上來跑第二 那這些馬一定要的 王好藍 正實騎到的 三檔 還更加好跑 三檔 這場 入到直到再穩威聰 相信他在這裡 很穩定 另外一隻 最後一隻是薄冷 因為這隻馬 我不要 福企多都不要 敬跑王 就是娛樂大笑 這隻馬是雙幻賣的 底質應該不是45分 這些馬 斯科黎閘是試得漂亮的 尤其是最近那一場 都是梁家俊試準了 入到直路 那個黎閘 鬆一鬆 有些位置 自動涌上 這些馬 有能力的馬 看他跑不肯跑 跑不肯跑 跑得翻 冷卻再次 所以 這場馬 投注 的策略就是 1號超能力 做獨行級位置 投注對象 和1號超能力 做連行級位置 膠膽 拖2號李掌梅布 9號超越 11號 娛樂大笑 希望大家喜歡這段影片 大家也知道 另一個渠道會 講一講臨場分析 每場 賽事15分鐘前 我會講一下 二義不穩 預計雜時落飛馬 場地形勢 和奇靈動態 如果大家有興趣收到這些訊息 可以來到我的facebook page 按一按 發放訊息 或者我置頂post 或者留言 我會盡快發放一些訊息給你看 看看你有沒有興趣參與 最後希望大家來到我的YouTube頻道 Netchan 按一按 Subscribe 即是訂閱 還有按個鬧鐘 大家有新片 就有一個notification 可以通知 第一時間知道 多謝你們支持 下集再見 拜拜 我會自身